澳大利亚的女网友呢,跟缺姐说 说她妹妹啊,特别补偿她那个外甥女 她妹妹生了一个女儿 下班后呢,总给这个小孩买奶茶 从小呢,就给这个小孩买各种各样的垃圾零食 都是高糖、高油、高脂肪、高碳水 那些呢,其实都是她跟缺姐说 那其实呀,其实是我妹妹她小时候想吃没吃够的零食 所以呢,她就拼命的给自己的女儿,从小就喂这些东西 就是一听,这个垃圾妈妈真是垃圾 就是你这么想,你的孩子这么想 你给她喂养她的这种饮食的这种口味的偏好的话 那基本上这孩子,她一生的健康就已经被毁了 那缺姐就跟这个网友说,我说你妹妹绝对是在养骨啊 我说你妹妹这个往年是不可能安逸的 我说你等那时候,你说你可不要填他们家的无地洞 我说这填不了 我说她自己养出来的骨虫,你得让她自己收拾 自己屁股上的时候再让她自己去擦 就说你可别再给她擦屁股了 这个女网友呢,给她妹妹已经擦过一回屁股了 确确就把她骂一顿,她妹妹有消费主意 这种消费主意 就是你穷逼,你千万别养上这种交涉淫欲的 这种烂花钱的这种臭毛病 一旦养上,你这就是败家的 你们这家是不可能兴盛的,不可能忘起来的 你妹家绝对是个败家的 这种的这种走势 然后她就给她妹妹啊,就是给了5万块钱 她妹妹直到现在是大了5年前 是6年前给她妹妹5、6万块钱 现在都没还钱 她妹妹是穿着各种各样的衣服 买各种各样的零食都不还她钱 这个女网友她就想用她早年对她妹妹的 精神支持的亏欠,感情上的亏欠 用金钱来补偿她内心的那种亏欠感 我说你这是补不了的 你作为姐姐的时候 你对你妹妹那种提携帮助精神支持 你缺少就缺少了 而这个东西你用钱是补不回来的 而且呢你补回来她也不会感激你 因为你仍然在情感上是亏欠她的 但是这个网友她心里好受啊 那我用钱补偿我妹妹好受 我说就像你们这种补偿的心理啊 就自己都没有治好那个匮乏 充满匮乏感的残破的自己 我觉得你们这个时候如果生孩子 我说你们只会用自己的匮乏感 在孩子身上把孩子当成自己的那个替身 你拼命给她在孩子身上来补偿那个匮乏的自己 比如说跟缺井面积的这个 又得说那个多伦多来的 加拿大多伦多来的在北京啊 不是这个她是出生在北京的这么一个业绩 十几岁就开始月胖买银的这么一个圆交女 还吵她吵她居然还走圆交路上 我就真不知道她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被她们捋踢了 平时呢就在这个中餐馆里啊 包包寿司啊洗洗碗呢就这么一个洗碗工啊 女民工到缺姐家里装了这个三礼拜扬币 所以说缺姐呢就经常就恶心她吐脏 因为她恶心到缺姐了 缺姐就得把这个恶心给吐出来 我说那就是她那个姥姥就是这个 黄婷我提啊黄月吉啊 黄乔乔肉丝黄乔乔 她的姥姥啊就是这样的 就是有那种残缺的残破的自己 她要在这个外孙女身上拼命的补偿 结果就把黄乔乔养出这种 贪婪懒惰自私 然后是又愚蠢啊 又他妈傻逼 纯傻逼的这种 这个纯傻逼就养出来了 现在就是已经定情了 然后姥姥又不负责任 又把她扔出来 然后这黄乔乔还他妈自作多情 还他妈做梦 说我还能回到北京去 我让我姥姥姥也伺候我 二十六七岁奔三的老女人孩子 已经结婚了 她姥姥就是我把你打发给吊子 你就跟着老公让老公去负责你就行了 我们是不能消耗我们的养老资源 继续的被女人消耗了 她妈也是 她妈就是我反正你出逼就行了 你这个这个反正你就十几岁 她妈肯定知道她从十几岁就开始 约傻逼出去贫贫的去找屌子 肯定知道她妈装不知道 她妈也是买垃圾的 这么想起来她妈也是也不怎么样 但是你这个这个鼻子 她自己是不争气 你不管别人去用什么样的方式养你 你自己她妈你自己唇你自己贱 十几岁约傻逼的就是在晚上约傻逼的 就不能理解的 十几岁 你就你对这个世界 对这个社会不充满了恐惧感 不安感 你怎么敢有这么大胆子 跑出吹鱼要泡 十几岁你对性的这个概念都没有 你怎么可能说跑去搜索鸡吧 甜甜逼 这黄血鸡她脑子里到底装的 都是什么样的这个垃圾 我这缺解就是完全无法想象 这缺解在十几岁的时候 完全就对这个 跟性有关的这种生殖 生殖是器官上的东西 完全没有概念的 就是完全没有想到 就是说十几岁的女孩 她一下子能够 就是从这个 就这么色情活动 她一下子就能从她自己对 十几岁女孩一般来说 她是情窦初开 她会对爱情充满了非常不切实际的 非常天真浪漫的幻想 是吧 她怎么会一下子就跑到 就甜甜逼搜搜 搜鸡不的这个 这个搜鸡不的这个动作 她怎么知道 她从网上学的 所以呢缺解就说 这种垃圾壁崽子 就是说千万别让这个 就是充满残破感的 残缺感的 这种垃圾的这种 大人来 来管 只要有这种 残缺感的老人 绝对管出这种垃圾壁崽子 那缺解也看出了 就是缺解的这个 澳大利亚的女网友 我说你呢 你看你啊 只沉浸在这个 就是充满了匮乏感的 自己的残缺童年 你要补偿自己的童年的 这个心态里 我说你要 要是如果说这个时候 你在你现在的这个认知阶段里 就你的认知还没有提出 你没有靠你自己的理智来补偿你自己 来修补你自己 来学会和你那个残缺的 充满匮乏感的自己来相处 所以在这个阶段 如果你来了一个孩子 我说你大概率会养出一个 啃老的 稀邪的 就这么一个完全的废物的孩子 他完全就是一个能量的黑洞 消耗巨大的社会资源 家庭资源 然后不提供任何的回报 反倒是弃着你 你的后半生就惨了 我说我说因为那就是因为你现在 你只是带入了你自己 你没有从孩子角度来考虑 说作为父母 你的责任是要训练和培养你的孩子 如何对他自己的一生负责任 他如何解决他自己的生存问题 你这父母是不能代替孩子来解决他的生存问题 是要你父母来训练他怎么去解决生存问题 孩子自己要靠自己来解决生存问题 这是每个父母的必修课 就是如果你不给孩子培养培训充 说我这孩子要靠自己 长大了要靠自己解决自己生存问题 你夸你就把他推向社会 就像这黄野鸡的 一下子他就掰开逼卖逼了 他也卖不上架 他总被骗炮 你看这种黄野鸡可不就培养一个野鸡 如果说是这个男孩大概率就培养一个 就是他老公那种欧阳博文那种 在这个多伦多大学的历史专业和考古专业 本科都没毕业的这么一个山东的浓鸡 回国啊就毕业没毕业啊 大概率是没毕业 回国去啃老去了 就让他这个鸟子妈伺候嘴 鸟子妈中国鸟子妈不都那样吗 以为自己吓了鸟子都牛逼一样的 能沾头大光一样 然后轮迷一辈子给鸟子拉摩的驴 还自己还觉得自己这是精神寄托 很享受享受其中 那就让这种鸟子妈互相的 就让他们互相的能量消耗对方吧 我说你看啊 这个这个这对这对啊 就是领了结婚证的成年人 一个是要回国啊 去当他的那个妈宝男去吸血虫 吸血这个自己的已经六七十岁的父母 让这个六七十岁的父母给自己拉摩当驴 一个是这个黄庭卧铁 还是他们幻想说我要吸血这个 我要扎压扎那个 压扎不到他妈 他就想来 这个又想到回到北京去压扎他那八十多岁的老老爷 他还想过尝试过来压扎网友 我缺绝这么一个网友 缺绝一看你就不对劲 他妈你这生死问题要靠你自己解决 你怎么能靠网友解决 靠网友解决 你得给网友提供什么样的这个能量交换 就是你你什么能价值都没有的 什么本事都没有的时候 你也没有钱的时候 那你就好好伺候缺绝 把缺绝伺候好了 缺绝才会收留你 你他妈什么你他妈跑到这来装羊逼来了 然后缺绝伺候你 我凭什么要给你提供食素 这有这样的道理吗 你的收责问题要靠缺绝解决的话 那你就提供你的服务 家政服务他不 他跑到这来来来来来当祖宗来了 哎呦他妈我我我我干嘛要这无常的无条件 讲这么一个丑了吧唧的 丑的要死看着就恶心的这么野鸡啊 还不干净 他还有这个这种各种各样的病啊 就他身上的影集非常之多 缺解发现了 这缺解就故意给他一些自由和空间 就看他是怎么发挥 让他暴露的更彻底一点 然后缺解就好更加的这个准确清晰的判断 我是收还是放 到底这个人我是收不收 那缺解就让他暴露一下吧 他果然啊 这种低阶层的人他是不会隐藏自己 他就把自己暴露的非常之彻底 那缺解就一下就明白 这个人你不能要 成年人你是不可以调教的 成年人你只能对成年人进行筛选 你不可以去重新的培训他 你培训不了 而且他学习能力 会发现他学习能力非常之差 他没有任何学习能力 有什么呢 他不拒绝吸收别人的有效信息 他是拒绝的 有点不尽的 他不是说他听不懂人话 而是他听不尽人话 就是这种你 你为什么要 要吸收这么一个消耗自己的 这个能量黑洞的 那这种属于鼠类人格 他是继收人格对人类有害的 那缺解就跟这个女网友说 就澳大利亚女网友说 我说那如果说你用自怜 自己可怜自己 你自恋 这个黄帝沃提身上 这个黄野鸡身上 也有很严重的自恋性人格障碍 他只相信他自己幻想出来 那个假我 他用别人压榨别人 来满足他那个虚妄的假我 哎呦缺解怎么又学术了啊 不知道黄野鸡能不能听懂 学术性的语言啊 他说缺解不学术 没文化学历低 他妈我真跟你学术起来 你真能听得懂吗 你这文盲小学都没毕业 说起来他连小学文化都没有 所以如果说你用这种自恋的 自怜的方式 来教纵你这个孩子 然后你用这个孩子 把这个孩子当成那个 童天残破童天的自己的化身 你当成自己的替身了 但是你并没有满足这个孩子 他在他的一生里 他要完成什么样的人生任务 他怎么样才解决他的生存问题 他怎么样遵守社会秩序 然后最后一项才是娱乐 所以你一开始就把这个次序颠倒了 你就给孩子娱乐了 然后呢这个孩子他一生的都解决不了他的生存问题 他一生的得是吸血老人 吸血父母 吸血全家 吸血社会 你看这黄铁卧铁和他这个 我结婚这样的狗铁老公不都这样吗 都是要吸血别人 自己不产生任何价值 说这样的垃圾鼻崽子 你分了废物崽子 你生出来干嘛呢 你养出来干嘛呢 你这样的繁殖是有什么意义呢 这繁殖本身是要具有这个经济效益的 还有精神效益的 你说你这种繁殖 他妈赵颖和他爹这个黄野鸡 他爹叫黄伟航 他妈叫赵颖 你说这一对垃圾夫妻 你说你们玩出这样的垃圾鼻崽子有什么用 就是给全世界的吊子们提供一个可操的鼻 金盆肉奔器 一个可以廉价瓢道的这么一个野鸡 真可笑啊 这个这个 如果说父母 你对你自己的这个 就是这些事认知 你没有提升的话 基本上你养出来的孩子就是一个报废品 就是个垃圾残次品 然后呢 你说你养出来垃圾鼻崽子 在这个多伦多的养老机构啊 就是这些 私人的养老机构啊 去做一些上班服务给烙人洗澡的 这么一个护工 你说你真 你真觉得你这个垃圾鼻崽子 黄天卧铁 能给你提供什么养老的回报吗 他妈还还这嘴硬呢啊 说我我住养老院 你住养老院你得有钱呢 然后你那钱够住养老院吗 而且养老院的护工 能给你提供什么呢 没有任何的情感支持 只有这种说工对工啊 就是虚假的 就城市化的这种服务 然后他妈你说你生了孩子干嘛 早知道这样你不生孩子 不一样也住养老院吗 所以说他妈就干了一件蠢事 干了两件蠢事 然后又跟这个白人的继父啊 史蒂文生了这么一个 杂种 小女儿 小女儿大概率在他妈 他妈照应这比学姐大了四十岁 认知啊还是那种 就是非常的幼稚 天真可笑的那种老大妈 还是被男权社会 规训出来的那种娇妻恋爱呢 他妈还是这种自欺欺人 就很多中老年大妈喜欢自己灌一些 特别假的假鸡汤 他来安慰自己 安慰那个失败的无能的自己 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妈养不出什么 这个有能力的孩子 你一看就这种认知的父母 是养出来的 那缺姐是另类啊 缺姐的父母都非常了解 缺姐的妈呢也是比较了解的 就是你要看着你的老公 这个渣男丑渣男 丑的妈跟狗屎一样的 本来他长得就丑 但是然后呢他人品又渣 你为什么要在这样的这个 这个婚姻里生下两个孩子 生的都是女儿 然后呢你明知道你这个渣 丑渣男是不会对孩子负责任 对女儿负责任的 那你为什么要在临死之前 把你的这两个孩子 替你这个丑渣男老公 分担的这个甩锅 甩锅给这些更垃圾的亲戚 你丑渣男老公他再怎么渣 他也是亲生的爹是吧 他也比那个垃圾的亲戚要好 在我缺姐的妈这个 这个妈真他们傻呀蠢呢 他居然是主动替他老公分担 忧愁啊 说把这两个亲生女儿扔出去 扔给垃圾亲戚啊 打个大姐来照顾 这两个女儿 那你说你这个妈啊 她繁殖意义在哪 如果你这两个女儿受到了伤害 在被垃圾亲戚所伤害所虐待 那你这个妈繁殖的意义在哪 你这个妈的责任在哪 不她要这个替她的这个 丑渣男的老公着想 所以说呢 所以说缺姐的姐就是个废物 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垃圾的父母 缺姐的姐就是顺应了这对垃圾父母的 这个品性和这个素质 但是缺姐的姐就被他们弄成一个废物 那缺姐是个另类啊 就是缺姐是靠着基因的倔强和顽强 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智慧 这样是缺姐是自我教育 自我洗脑 自我这个升华提升了自己 这缺姐就是靠着基因的顽强 应该是 但是缺姐就从此呢 对于升职这件事 很小就非常清楚 如果这个女人没有子宫道德 你滥生孩子 你的孩子不会幸福 你自己第一生也不会好 这是双输的结果 那缺姐很小就明白 所以说缺姐很小就打进主意 就是他妈要定客 只要是我有任何的一点感觉到 不那么有把握 我就是不要伤孩子 繁殖这件事本身是应该是对父母也好对孩子来说 都是应该双赢的一件事 不应该是双输 然后这澳大利亚的女王勇她的公婆呀 她就想着什么呢 她们就就非常的理所大 那学所有的这种农民嘛 认为孩子就应该回报自己了 这个想法本身呢 你从这种能量守恒定律和经济学角度来说 投资经济学 就是经济学里投资回报这个角度来说 不能说是完全错 什么说父母 我在你这育儿上我投入了成本 投入了很多很多的经历 就是这个时间也好 体力也好 这个感情也好 但是呢 你想要回报 这不能说你完全就是错的是吧 但是得看你曾经 在这孩子上投入多少欣赏和成本 投入了多少爱和尊重 和多少责任感 你像这个这个北京野鸡 这个皇帝沃帝 他父母都没有投入责任感 然后他那个姥姥姥爷也没有投入责任感 投入的全是要补偿那个匮乏的自己 然后把这个这个垃圾比仔本身呢 就素质 他的天分就非常之低 属于这种都没有到及格限的 然后他姥姥姥爷 又为了节省自己的管理成本 这就把这孩子 骄纵的更加的 不会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自己该干的事不干 生活不能自理 不想自理 然后这个垃圾比仔 还想跑到缺姐这来 还要装大爷 那缺姐就好好弄 狠狠地把他教训一下 没事就刺的头 但缺姐本来还很奇怪 我说你为什么你这个勾掉老公 哎呦 门门总刺的你 是吧 因为缺姐没 基本上没见过这样的这种夫妻关系 没事就刺的你 可能的这个这个这个黄天卧天呢 他从小就没看到过说这个 正常的夫妻关系是怎么样的 他就觉得他妈那种卑微的啊 对待男人是是是是是常态啊 他那么给老公什么婚前啊 非要挤进人家的一个行程宿舍里去啊 跟人同居 他妈就在几条街之外 他非要什么扮演这个跟他妈赌气的流浪少女啊 然后去挤在屌子的家里 当天晚上就跟人过夜 反正他约炮约出惯性 他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不符合社会秩序的一家 就是你从两性关系的这个发展来说 这个进程来说 这是打破社会秩序的一件事 他当天就去住到人家里去 可这屌子他心中是有一个社会秩序的 你应该住在结婚前 你和我没有结婚的时候 你应该住在你家妈家里 而且你不能跟我这么快的发展成这种两性关系 性缘关系啊 这么快的发生性行为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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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博文就会觉得 你这个女人是一个呃 呃非常不守规矩的贱女人 非常淫介啊 就说为了只长过住宿 他居然他给给给他这个狗雕老公啊 在结婚前 就是人家半夜把他赶出去 吵架赶出去 他居然给人跪下 你说他在一切社会秩序他都没没遵守 而他社会秩序没遵守 是因为他自己的生存问题没解决 这些妈得靠自己解决食素问题是吧 然后跟你妈呢 如果说呢 你自己没能力 你是个废物是吧 你他妈你你倒是忍一下别人呢 就是你当自己没能力脱离你妈的时候 那你就忍着你妈 你就好好的伺候你妈 把你妈照顾开心了 大家相处的一个氛围就愉快 他不他非要跟他妈降着干 你要是一个有脾气的人 对别人要求高的人 那你就得有能力 你自己解决食素问题 他又不 是又想吸血别人 又想这个依赖别人 又想当寄生虫 同时他还要气着别人 这怎么可能呢 这傻逼他不就愚蠢吗 他不活傻逼吗 他干的全是蠢事 全是这种不可能完成 不可能实现的蠢事 而且他要把三件事 就确定不在前几期视频说了吗 说你的生存问题 你的生理问题 你的心理问题 如果说你都集中在屌子上解决 这是不可能三脚关系 确确又开始掏书包 又开始卖弄学术了 这黄野鸡总说你没学历 你文化低 你不学术 你不学无术 真的吗 跟你学术 你就像这文版他真听不懂 这黄野鸡他就不知道 说他长到今天是他们这个整个家族里合力的结果 他自己本身的这个基因就差 他属于劣质基因 然后他妈呢也是一个没有子宫道德的这种贱女人 他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全是带着原生的这种农耕文化的这种裂根的这种病态的东西 有缺陷的心理残缺性格残缺 都没想明白育儿繁殖这件事 都没有把这件事掰扯开 都没有掰扯明白 然后就盲目的制造出这些啊 消耗自己家家庭资源的这么一个垃圾比赛 所以说呢就是缺解想说什么呢 如果说你们在自己还没有修补自己 残破的那个自己 你没有学会和残破的自己相处 你千万不要瞎唧巴伤孩子 千万不要想着把这个孩子当成你自己的替身啊 你靠着你自己来补偿 你在孩子上来补偿你那种残缺感啊 那种匮乏感 然后这孩子肯定是你今后的祸害 这就是缺解今天的视频的啊 主旨 您可以订阅吗 您可以订阅的重温 搞那个手 不管是你 别确定 我正好 两座